- Shall we begin?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Y 跟你看電 讓你看電 更多跟我是XY 我們今天非常的開心 邀請到好久不見的Pony Yeah! 嗨 大家好 我是Pony 欸 我們好久沒有看到你了 好久不見了 對啊 你上一次出現在我的節目是上一個上一個的場景 我覺得好像每次場景都差不多 你是說我家很亂是不是 我覺得我去年好像都沒有見到你 好像是 對 前年 我剛好兩年了欸 對啊 因為疫情打斷了我們的見面 對 真的 哎呀 然後我記得我去年 其實我也有看到Pony 但是Pony沒有看到我 是因為你有在主持背影的場這樣子 對 然後我適合有傳給你 然後你好像也沒有讀我 我在說 我剛剛有看到你在QA欸這樣子 真的嗎? 對啊 我都忘記了 但我也忘記我是看哪一場 因為背影真的是 影薄這樣子 很多很多 對 好啦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的是Pony 就知道說其實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影展 對 那我們這個單元是電影543 那就是要來分享的是有關於電影任何的相關知識這樣子 那影展這一塊呢 那當然就是要請到Pony 而且呢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台北電節 邀請Pony又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呢 因為現在Pony是在背影裡面工作 對應該說我其實之前都一直在背影工作 但我就是從實習生一直做做做做到現在第24季 升官了 也不是就是一直接手在這個位置 對 那今年的就是我今年開始負責工作就是整個台北電影節的選片的工作 選片是你在選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選片的這個工作職務有什麼樣的理解 我自己 好我先講好了我覺得選片應該是跟國外的片商接洽 對 然後你可能跑遍了很多影展然後就說 我覺得我要選這個選這個選這個 然後所以就開始去協調去談判 去談判 OK所以買片也是你在負責 對可是我們不會說買片啦 我們就是去邀片 就邀請這部片去那個 因為畢竟整個影展的它的買賣的生意它也是會牽涉到不只是影展 也牽涉到比如說像台灣片商 OK 對那當然就是每個國外的片商它有各對於這部片有不同的策略 所以有時候不是我們想要邀就會邀得到 所以有碰到重重障礙然後比如說還要談錢啊 還要談比如說他想不想來我這邊還要等他考慮 然後還要等就是這部片有沒有我片商買 所以就是他其實會就算我們邀請然後他還是會經過很多的一些 我們必須協調或者是要等他的答覆 OK 才能確定他可以來到我們台北電影節首映這樣子 反正這樣聽起來就是溝通協調的工作會非常的繁瑣 對 所以Pony真的是操到已經 剛剛看到他這個樣子 你說燕榮泛黃嗎 硬朗發黑之類的 不至於啦不至於啦但是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你最近工作應該都很忙碌 對尤其是我們錄製的時間也是 呃差不多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對 很爆炸 今年台北電影節六月底嘛 六月底開幕嘛 對 所以在營展臨近營展的期間就大家都忙到跟 那個什麼氣炸鍋一樣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忙錄 忙忙忙忙到現在啊 應該這樣講好了 就是營展他其實大家以為就是 呃這麼短時間就是在呃比如說17天內 就是辦完一個營展 可是在前期就是大家的工作其實要籌備非常多 對啊 比如說我們在腰片我們甚至在四月底的時候就要關片單 所以就代表說我們前面其實有非常 長的一段時間要去做一個選片的工作 OK 你說四月就關片單然後開始排片這樣子 對開始排片開始做手冊送印 然後到六月的時候才跟大家見面 所以其實在前面的籌備期就是 你要可能整個開始從 甚至從很前期開始 比如說呃大家會講到的國興競賽 這個也要去做個增見動作 所以整個從比如說從今年一月開始就一直 忙忙忙忙忙忙忙到整個六月 天啊 半年就沒了 對啊你這樣半年整個哇那你到時候這個 台北電影節閉幕 我每天在數的就是啊三月了 今年過了四分之一 然後四月之後就說啊今年過了三分之一 你看現在到六月我今年過了一半 然後就覺得 你知道很像就是剛睡醒 就才過一天然後就過了一個月 OK 反正你就是要一路這樣忙半年這樣子 對 半年就這樣過去了 那你下半年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嗎 媽媽 我這疑問句 媽 嗯不一定 就是其實呃就算結束的話 他還是要有一個比如說收尾的動作 還是要去做起案或者是 呃就是等於把這一年的影展的整個 要交付的東西都close掉 然後就要進入下一年的選片 哈哈哈哈 你也知道影展 無期循環這樣 影展每年就一直在run 就算你你這邊結束了別人的影展 還是繼續在跑 那我們就是 我因為我們也是選的是別人的影展的片子 是啊是啊 所以我們就要一直去看別人的影展 到底選了什麼菜 然後我們才能選什麼 我覺得不只是影展咖 我覺得夜眷咖也是啊 就是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片子 你就知道說 如果真的是很 每天都在看電影 或是你會覺得說 電影看不完啊 真的看不完 我覺得影展也是啊這樣 對好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要來介紹 這一屆的台北電影節嗎 那我先問一下台北電影節 呃跟其他的 台灣的影展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我覺得台北電影節 他其實是一個在定位上面 我們雖然沒有像其他的影展定位 那麼的明確 就比如說像奇幻 他可能就是針對比較奇幻的影片 像女性影展可能是就針對女導演拍的片子 OK 那台北電影節 他其實主要的風格 我們是比較偏向多元的 就是我們不會說 設限在一定要選什麼樣的片子上面 可是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 是我們想要找到的是那種所謂的新銳導演 就是他們在國際影展還沒有大名大方 就像之前 Ruber Austin 他不是拿了金鐘綠 他不是拿了金鐘綠 今天拿了金鐘綠 然後在他連續 聯俄拉二嘛 他拿了中海美術館和最近這個Triangle of Sandler 這個之前就是比如說 他的作品比如說像Play 就已經有在台北電影節放過了 然後甚至像比如說之前金馬的 有做過的交定演員Nadale Lapid 他的片子其實在最早其實也有在台北電影節放過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最致力的就是 希望能找到這些新銳導演 他可能還沒有被國際發現 或者是成為一個大導演 之前我們就希望就是可以讓台灣更多知道 原來在這個地方也有就是在做這件事 就像現在非常紅的冰寇龍介 那他其實在還沒有在砍成 還沒拿到奧斯卡之前 其實在台北電影節已經是做了焦點引人的 是 這一個單元 他的電影節其實就是想要找到新銳 然後也探索更多不同影像的可能 嗯 找璞玉啦 對 找璞玉 就在茫茫大海之中找一根 呃 金針 那這樣 哈哈哈哈 金針 哇 你們這個會演是英雄欸 對 而且還蠻準喔 你看過去的例子其實都可以印證 就是你們你們真的是很自力在找尋一些 很有潛力的很新銳的導演這樣子 對 而且你們的單元我覺得也很特別 就是會有這種國際新銳導演的單元等等 等一下我們可以好好來聊 這次有什麼樣很有特色的單元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個人啊 我自己個人當了北影幾年的這個觀眾之後 我自己是覺得北影 常常會挖掘到一些很實驗性的作品 題材很特別 然後呈現的方式也很特別 手法也很特別 然後這些導演確實也像彭琳剛剛講就是 可能我現在根本沒聽過 但是我只是去查了一下資料才覺得說 哦 他真的作品不多 但是就特別 就特別 所以好啦 這個 我們先講一下今年那個活動的時間 大概是什麼時候 今年是從6月23號到7月9號 那放映是直到7月7號 那7月9號是我們的台北電影獎的頒獎典禮 哦好好好 對 台北電影獎也是 就是每一年蠻多人在受到矚目的 對 台灣電影的一大盛會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年的片單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啦 我剛剛在開錄之前有問過Pony說 今年選了140幾部是不是 140 總共144部 144 對 為什麼會這麼的 詳細知道這個數字 是因為Pony全部都看過了 畢竟是他選片 欸 對 OK 天啊 真的 我很難想像144部 然後我在半年之內把它全部刻光欸 然後我們不只看了144部 OK 對 而且對 一定是選片一定是選多的 然後才開始挑嘛 對 OK 應該說我們整個的影展的話 我們應該是選了 我節目這邊選的是120部 OK 那當然加上電影獎那邊 所以總共整個影展是144部 OK 那當然就是在這個120部 在節目這邊我們當然是全部看過 那以選片來講 我們選了120部 可是我們其實要看的可能是120乘以4或5 天啊 而且就是在短短的 半年內 四個月 喔對 而且還四個月 四個月 因為你四月就要封關了嘛 對對對 所以就一直是 天啊你 每天都在看片啊 然後每個禮拜都一直在 欸 我額外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你 你有看過就是 超爛的 就是很不喜歡的那種片子 有啊 當然也是有啊 然後 職業傷害 欸我應該說我有聽過那種就是 呃就是 也有其他的策展人 他們在選片的時候 然後就是 這個片明明就不怎麼樣 可是對方 就一直塞給你這樣子 而且他還很熱情說 喔我連中文字幕都幫你配好了這樣 呵呵呵呵 你會遇到這種 這種這種片商或是這種 當然也是不少啦 喔不少 做的事情嗎 當然啊 因為我們一定要去跟片商聯繫 那當然我們還是盡可能會希望說 如果這部電影還是有 有一個可以 嗯哼 去讓大家發現或者去 介紹的地方 我們當然是 希望可以促成一種美式啦 好啦 總之 但就是 你也知道就是 節目的 每年節目的 就是數量就是這麼多 OK 所以我們也是 經過就是 整個節目團隊裡面就是 精挑細選 就經過很長時間的辯論 才決定說 啊我們要選這一部 進來我們今年的 這整個單元裡面 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對啊 反正就是你看到精挑細選過了喔 相信這個 Pony的眼光啦 那我們今天當然也不會把 144部全部都介紹一遍啦 我們當然就是 按照重點 然後也是用這個 單元的方式 然後介紹給大家 我們影片或聲音出來的這一天 啊那個手冊應該出來了嗎 沒錯 對對對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他們的官方網站 或是 去購買他們的手冊這樣子 好我覺得我們先聊一下 就是這次的開閉幕 開閉幕片好了 因為 我覺得影展大概一定都會搶這兩部 是 而且是絕對秒殺的 對 開幕片是 初戀慢慢拍 對 對這部片 為什麼會選進來呢 卡斯非常強大 是 他女主角是許若瑄 嗯 然後他的男主角是可震動 然後他這一部 其實又是演一個就是 已經年近30塊 要變成魔法師的一個 呃 男性 促男 所以就是他如何遇到 呃 許若瑄 嗯 然後發展普出一個他們就是 這種 愛戀 然後又那種曖昧不明 然後又很靠近彼此的那一種 關係 欸我還看到有范少勳 對對對 還有黑家家 對 然後這次入圍電影講的是那個 呃 秀琴就是余子玉 OK 對 那當然這部片的導演就是 呃曾經拍過一夜台北的 呃陳俊麟導演 OK 對那這個是他的就是 呃最新的場片 他你說他有 呃入圍什麼獎項 呃女配角 女配角 OKOK 好那所以這個是 初戀慢半排 是 大家可以搶 搶票一波 然後閉幕片的話是 童話世界 對那就是 好久不見的孝全啊 孝全 對孝全啊 孝全 孝全這次在裡面是 是 飾演的就是一個 呃律師 然後他就是要幫就是 呃 呃江怡蓉就是飾演的女學生 去幫他 打個官司 他們講的就是 補教狼師 去就是 侵犯女學生 那這個補教名師就是 李康生所飾演的這個 呃 補習班之狼 張孝全就是他要在 這 這個裡面去 把他們 爭取女性去爭取他的正義 那當然就是因為 他畢竟是 也曾經年輕過的律師 所以 他在以前受到一些那種 你知道 搓湯圓 把搓掉這件事情 然後在多年之後 又碰到同一件事情 他就是決定要 聲張正義 然後去 有點是 藉由這樣的一個故事 去 呃講述這個 法律之間的一種 模糊的道德 所以是法庭系囉 對 而且就是 這部電影它 獨特的是因為 其實這個導演 這個是他的首部 電影長片 OK 那他本身是個律師出身 所以他對於所謂的 律法和法條的這個方面 其實他非常的清楚 看過這部片的話就是 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就是 導演對於裡面的整個法律的過程 或是流程 他想要講出什麼樣的議題 其實是非常的明確 他其實也是在講就是 整個事件的道德性 比如說 他裡面就抽了 小紅帽與大野狼 他們就翻轉這個概念 就是說 小紅帽去找大野狼 是大野狼真的是那個壞人嗎 還是說其實是小紅帽 自願讓 哦 所以他們就是去探討這種 就是這種女學生和補教民師那種關係 然後同時回到張孝全這個律師的身份 他應該去做怎樣的選擇 是你請我願呢 還是說他們其實就是有一個被侵犯的關係 我覺得聽起來很酷 因為畢竟台灣蠻少見的題材 是 對法律的部分 因為之前確實有很多嘗試 可是表現當然就是有待加強嘛 欸這個是一個法律出身背景的一個導演 是 然後他自己編劇嘛 我記得 對對對所以我覺得 欸那或許 蠻有可看性的 好所以這個是開閉幕片的部分啊 剛剛就像是Pony講的嘛 就是說北影有一個非常特色的一個單元 就是國星 國際興瑞導演 那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嘛 興瑞導演 也不只是台灣嘛 對 對所以 他是一個競賽嗎 他是個競賽 然後他其實也是台灣就是目前 唯一一個劇情長片的競賽 而且他的首獎是可以拿到 新台幣60萬元 OK 然後他的第二獎是可以拿到30萬元 OK 對 會有獎金的 獎金蠻豐厚的一個劇情長片競賽 那這一次的國星裡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導演嗎 其實我們今年選出來的國星就是 大家都是非常的強悍 國星競賽就是我們是開放給第一二部的 長片的作品嘛 那當然就是裡面有一些導演是 是他的首屋作品 那也有一些就是之前有過很好的成績 那他們的第二部其實實力也不解 而且是琢磨在不同的題材上面也有非常好的成績 就比如說像冰島少年三加一 他在之前一部作品是叫做青春極光物語 是有拿下就是當年的威尼斯影展的酷爾斯獎 那這部新片他其實也是在琢磨整個青少年間他們同儕之間關於霸凌 甚至性向探索和自己身體探索的一個部分 那比如說添加的魔幻顯示在裡面也是整個非常的精彩這樣子 那當然其實在今年這個整個新導演的競賽裡面其實議題包含非常多元 比如說像他們電影課就是利用有點像是工作坊的概念去教在這個伊斯蘭國家周邊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地區的這些女性 他們來自各個不同國家去教他們如何拍電影 你說針對女性這部分 對對對那當然你拍電影的過程中 當然比如說譬如說剪接啊收音啊或是拍次 他們就會又利用這樣的課程去發現他們的日常 阿拉伯女性的日常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就去了就是去誘發大家思考當地的一些女性的目前的處境 就我們以為就比如說現在女權當道或是女力當道 可是其實還是社會上還是有在那個地區還是對於女性 還有還是有這些對待的不公的對待 這是以色列的片子嗎 對這個是以色列的片子 當然非常多啦 那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也非常推薦的是去你的垃圾山莊 對我光看片名我就很有興趣 對因為他其實講的就是在2015年有一個 黎巴嫩垃圾危機 那這個當時的垃圾危機就是因為政府他們在都市裡面蓋了一個垃圾場 但那個垃圾場的容量已經到達了上限 而且他們這個垃圾場本來就是一個臨時的垃圾場 可是因為就是一些政府的利益關係 他們決定就是把這個垃圾場再續用 那當地的居民就是非常的不悅 然後他就是整個就抗議這樣 那甚至說他們想要另屁垃圾場 只有蓋到垃圾場就是別人的家園上面 所以他這個故事就是從這個事件為出發 那就是講述就是有個家庭為了 因為他們家的奶奶的身體狀況不好 他們需要新鮮的空氣 所以他們搬到一個非常親近的郊外 但沒想到這個郊外以為住得好好 卻沒想到就是這個垃圾危機居然 要倒在這裡 要倒在這裡 他們的他們出面有一塊空地 沒想到就變成政府的就是想要蓋垃圾場的一個空地 所以他們就為此而抗爭 這個我很有興趣欸 環保議題 而且垃圾不分藍綠嘛 台灣有面臨到這種問題過 對 所以就是他衝過一個家庭去呈現這個議題 然後還有有點居住正義和土地正義的這方面 其實都有琢磨不少 OK 對 很酷欸 我覺得就像你剛剛講的 因為這幾部其實探討的議題都很多元 然後你有講歷史的 你有講環保的 然後甚至是 欸 美國女孩也在這裡面 對 因為她畢竟也是第一部片子嘛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去關注的一個單元 對 那除了美國女孩之外 其實台灣電影的另外一個代表就是今年的小蘭 那小蘭這部電影是在台北電影集的世界首映 之前都沒有看過的喔 之前都沒有看過的 對 那這部片其實也是在講青少年之間 對於性愛認同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嗯哼 它結合了一些非常時下的比如說一些APP 這種科技上的結合去呈現和去呃 反映青少年和青少女之間對於這個 性愛方面之間的焦慮 OK 以及自我成長的一個救贖 他是那個 該死阿修羅的那個女生嘛 對 王於軒她主演的 對 OK 對就是 因為她之前是女配角嘛 然後她也有得金馬嘛 對 所以她的演技應該是 對 她在裡面非常的精彩 OK 對 就是把整個女性的青少年對於一種 性的憧憬 性的憧憬 我覺得她跟國星的不同是 她補足了國星可能在整個類型或者是題材上面 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我們會用這個未來之光這個單元去做更多的補充 那比如說在實驗方面可能會有更多的一個開發可能性 或者是他們在國際的影展上面已經得到了非常大的就是一個獎勵 對 她其實也沒有相較也不需要再藉由我們的新導演精神代去更多的曝光 你說把機會讓給別人的意思嗎 對 但她也複施為一個非常精彩的作品 就像裡面我非常喜歡有幾部就是 第一個就是《拉巴斯福士會》 他去年威尼斯映展就是獲得了評審展特別獎 那他也是用一個16厘米的拍攝 然後去找來素人演員 然後去結合當地的那種巫術 然後呈現拉巴斯他們在那個礦工 然後還有這個城市街景的部分 然後去探討當地的那種已經被開發 然後都市化的那種場景 《拉巴斯》是那個啦 《波里維亞》的首都嘛 首都 對 當地的這個風土民情的東西 沒錯 然後另外一部也蠻推薦的就是《魂牵夢霧》 這部片其實大家看起來很像紀錄片 它其實是一個就是有點在模糊 就是紀錄片還有劇情的這兩個界線的一部片子 他講述的就是有一個房子 導演用一個口述的方式去呈現 就是那裡面有一個女子 可是他這個女子是因為她自殺 然後她就是的魂魄等於是在就是 寄居寄居在這間屋子裡面 他是鬼片嗎 不是 他不是鬼片 反正就是他就會利用這樣這一個魂魄 然後去講述他的故事 OK 然後他所牽連到的東西 除了個人之外 他還牽涉到一些國主的東西 因為他是加拿大 是的 可是這個女孩她其實是來自海地 所以你在看到最後 你會發現就是 他如何用這個區域體 和這個魂魄去講述到更多的是 比如說加拿大海地和美國的整個 國族之間遷移的關係 用房子這個議題 然後去 OK 很酷耶 去加然後到整個國族和整個種族 但你說他把紀錄片跟劇情片的界線給模糊掉 這個是我很難想像耶 對 就是我們以為他可能是紀錄片 看起來很像紀錄片 可是他實質上 他又有比如說很多一些戲劇上的手法 去加進他的這影像裡面 你在看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欸他很像某個程度上很像劇情片 可是有時候又很像紀錄片 對 那這個就是 我們在比如說在未來之光 甚至是台北整個台北電影劇裡面 我們是更希望可以去發掘到 這樣的一個就是手法 就是不單純只是一個非常正統 或者是正規的一個戲劇的手法 而是說他可以在不同的手法上面 用不同的影像去處理一個這樣的一個故事 了解了解 對 想要看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對啊 都買吧 都買 對啊 都買 對啊 小孩子來做選擇 對 都買真本 144部 都看完 好 剛剛我們是講未來之光 然後跟國興嘛 那我覺得一個影展 通常都是會挑一些焦點影人 然後就是 找這個電影創作者 他的一些相關的作品這樣 那今年其實有三個焦點影人嘛 對 然後這個Pony在開錄之前 就是特別跟我講說 這個一定要推 一定要推 這個一定要推 就今年如果只看一個焦點影人 我覺得就是他了 好 那是誰呢 就是我今年特別隆重要介紹這個 來自中國藝術家 中國的藝術家就是邱炯炯 OK 對 他真的非常特別 就是他所拍攝的劇情場面 其實只有一部 就是在去年就是獲得 盧卡諾評審團獎 這個焦碼堂會 這個只是他第一部作品 因為他以前其實是拍紀錄片出身的 OK 可是你可以在這一部 就是焦碼堂會整個裡面發覺 他其實是非常純熟的 在御用所謂的舞台 他家是川劇世家 所以他對於一個 川劇還有他爺爺那種 家庭記憶非常的熟悉 結合到就是這個影像裡面 就是展現得非常的純熟 然後從一個 川劇的一個戲班的一個 解散和團聚在重建 去整個回推到 當時就整個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這群所謂的 國民黨的軍人 是如何追著戰爭 然後去遷移 然後就是有些人就是 逃到台灣 然後說或是這個戲班如何在 他要演一些什麼紅劇 要演一些比如說 反革命的那種戲 他們如何在這一個 你知道就是共產黨 已經到來之前 他們如何在裡面又求生存 等於是他就是把整個 父輩記憶在那種 國內戰的時期 在整個重現一遍 對 所以他是歷史題材的片子這樣 對他是他其實應該講 他其實是出發出自他爺爺 就是這個邱福興 他的回憶 他的回憶 那他就是從他的個人去 映照整個大時代的變遷 哦 聽起來很有趣而且 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跟那種 中國近代史很有相關嗎 我覺得他內裡的那種 血液所增長出來 是一種來自藝術家的氣息 他對於一個藝術的尊重 雖然是身為中國人 但他又不是說 非常傾向在一個共產黨的那一面 就是你可以在他的各種的影片看到 其實所謂的中文字他所理解的 居然是反體字 OK 對於所以他你可以在其實影片 他沒有說非常的批判說 我就是討厭哪一個黨 或是我又支持哪一個黨 可是你在整個的變遷或是流離的 這樣的一個呈現上面 其實你明明之中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導演他到底所存在的 一種認同是什麼 OK 因為我們這次其實就是整整個 把邱種種的導演的作品 整個搬來台北電影節 嗯 所以這個這次放映的幾乎是他的 就是他的全集 全部嗎 全部 就是他其實前面就是知道了 四部的長片 紀錄長片 兩部的紀錄短片 那裡面呢就是大酒樓 宣唐閒話錄 然後和彩排機 都是以他個人家族為出發 比如說大酒樓就是他的 父子輩那一輩其實就經營一個酒樓 然後他在倒閉前戲 所以就去採訪他的家人 然後發現他每個家人都好會講話 OK 好會講話 然後還喜歡什麼韓星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看流星花園啊 就是整個超吵的 2007年的片子 對 對然後 然後像比如說彩排機就是 他的爺爺就是 因為他們穿進去世家 所以他們有戲班 然後他們就是 去呃去紀錄他 就是他們在彩排的一個畫面 OK 然後宣唐前畫路就是 反而是聚焦他的一個 恩恩恩 就是他的那個奶奶 然後對然後就是 講話就是滔滔不絕 然後非常的 個性非常的剛硬 然後堅強這樣子 他可能就是拍那個大酒樓 然後結果他奶奶話太多 所以又特別拉出來一個這樣 對反正就是 好像都是他 他家人的故事蠻多的 他家人的故事蠻多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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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比如說像吃 OK的話 我們今年是特別選擇了 導演解輯班 然後這個是長達331分鐘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聽到331分鐘 對 5個小時多 對那中間 但中間會有兩次中場休息啦 所以大家就是 天啊 還是可以去上廁所 好 但非常 我覺得這屋電影非常的精彩 就是 就是如果你看焦碼堂會的話 你大概可以就是看 也連帶著看這個池 因為其實這個池 他所拍攝是一個叫做 張先師的主人翁 那他的身份背景其實非常特別 就是他爸爸其實是國民黨 OK 對 可是當時就是共產黨 所以他爸爸就被整個就是被 驅逐嗎 家庭被迫流亡之外 他都把也因為這件事情而 遭到了就是 迫害嗎 就是槍斃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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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其實 這個張先師內心 其實他爸爸是這個背景 但是他其實從小 他就是被教育成 就是一個革命分子 就是形象就是 比較左派的 對 比較左派的 那可是呢 應該說他的背景 因為剛剛講國民黨是 他爸爸是國民黨 對 可是在一個共產黨體制下面 你一定要是純正的紅軍血統 OK 你才有機會把他捉 OK 所以你在有家庭這個背景的話 你從來 你沒辦法就是在 他會被受影響就對了 對 一定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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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是 講述了他在這裡面的一個掙扎 甚至是 他這麼左派 他還沒想到竟然在共產黨 這樣的一個執政下面 他居然被打成右派 然後還因為去這樣而去坐牢 喔 OK 就是一個人的一生嗎 算是 就是他的回憶錄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的 紀錄片的作品 對 這是他的紀錄片 這個是紀錄片 對 這個是紀錄片 喔 但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那個 焦麻糖會 焦麻糖會是劇情片 是劇情片嗎 劇情片嗎 對對對 OK 所以應該說吃可以當作是 你可以看如果 你事先看 呃 焦麻糖會 焦麻糖會的話 其實吃就是 他的這個整個的前奏曲啦 你可以 從這部片大概了解說 呃 當時國共內戰 這些就是 夾雜魚這種 國民 國民黨家庭 和這個 呃 身在共產黨下面的 革命分子的這群 就是家庭之間的關係 嗯 是怎麼樣 是比如說受到 什麼樣的牽連 然後在這個 呃 國家的統治下面 他們有受到如此的迫害 哇 我覺得 很特別 為什麼你們會特別 想要挑這個 邱醬醬出來聊啊 其實我 我覺得我跟邱醬醬 有點姻緣際會 哦 你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他 可是 就是 其實我已經知道 這號人物很久了 OK 只是一直 一直沒有機會 可以介紹他 你現在是私心 所以 你之前當選片 所以你私心挑他是不是 我覺得也 真的是姻緣際會 因為其實 比如說像年初 其實路特丹 有做過一檔 嗯哼 已經有做邱醬醬 這個焦點演 那時候我就已經看到了 OK 然後那時候想說 天啊太可惜 就是被做走 你知道 就是有一種遺憾 可是就是因為 那時候路特丹 因為疫情 他其實沒有 線上放 他沒有現場放映 是沒有實體放映 就是他是線上放映 然後 剛好就是台北電影節 我們還是 找一個實體的方向舉辦 所以我們 就想說 啊 現在這個 這麼完整的 這個一個系列 那就是他 最好就是 當然在 台北的 這種大螢幕上面呈現 然後當然就是 他們的 片方 還有製作方 其實都 甚至是 包含導演都 非常的支持 這一次的 這個專題 所以就是 非常榮幸可以 介紹他的 整個專題 然後在 大螢幕呈現 我覺得難得 而且他又是一個 中國的 創作者 這樣子 對 那 那他現在在中國嗎 對 那他拍的東西 是中國可以看得到嗎 不行 對 所以機會難得 你看臺灣可以看得到 對 其實他的片都是 很蠢 很存活在 就是 大家如果 對中國影展 所以他的片都是 常常出現在 比如說 中國獨立 影像展 這些已經被 不是傷眼的啦 就是 就是每 每天 每年都被找查 這些影展 就是因為他 他們講的議題 就是很 比較硬一點 對 那當然就是 呃 邱炯炯他 個人 就是應該說他 前面幾部片 你看起來是家庭啊 ok 其實裡面還是有講一些 歷史的東西 就是 畢竟從 在生活在中國 一定不免會講到 那些 民運的事情 所以他裡面其實都有 這些家人在談 關於談這些 運動或當時場景的 一些 紀錄 ok 所以其實 你也知道就是 講出來這些 基本上就不會被 審查 我懂啦 或所介紹 對對對 對 唉 這個是 對 政治外力啊 欸 大家也可以去 聽我們兩年前錄的 哈哈哈哈 對所以 對阿你就知道說 其實那個 中國的現在電影的環境 其實蠻 對 所以就是很難得啦 那包含 焦麻唐威 他自己也是一個 非常 掙扎於在這個 裡面的嘛 因為其實 包含我就 剛剛一直講到 道遠所謂的 藝術家性格是他 也不管這部 片 他當然是希望 就是這部片 還是能上映 他還是 希望 遵從 遵從他的 藝術的那種 思考為準 他不 不希望就是 藉由任何的政治外力 去影響整個片 他的走向 嗯哼哼 對 呃 這次會邀請他來嗎 欸 很遺憾 因為疫情關係 也沒辦法 還是沒辦法 連線也沒辦法 呃 我們會在就是 會做連線 就是在 呃 7月4號 就是膠麻彈會在 光點華山的那一場 演完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 線上的連線的講堂 印後嗎 印後 印後的線上 對 大師講堂 所以到時候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是 可以就是買這一場 然後聽就是 邱窘窘 講述他 整個的創作歷程 那當然要 值得推薦的就是 我們一直 剛剛講到 膠麻彈會 這部 他非常重要的作品 嗯 那其實 邱窘窘除了 剛剛講他的導演 然後藝術家之外 他其實是 也是個畫家 然後他的經歷 非常特別就是 他的畫是 武師之童 哦 他自己學的 他自己學的 哦 酷啊 可是會畫的 非常精彩 所以我們這一次 也特別的 重金禮聘 就是 把他的畫件 就是空運來台 我們會在 中山堂的二樓那邊 去 舉辦一個 邱窘窘的畫展 手稿展 那這個手稿展的 角色就是圍繞在 他當時在創作 膠麻彈會裡面 所誕生出來一些 人物的一些草圖 或者是 分鏡圖 分鏡嗎 對 然後還有他的一些 布面的那種 大的畫作 OK OK 其實你從他的畫作裡面 你大概就是 可以知道這個人 他對於一個 藝術的堅持 還有他對於 角色的想像 然後 如何把畫作 然後 結合他自己 穿具的背景 然後結合到影像 變成現在 我們看到的 膠麻彈會 OK OK 對 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對 對啊 畢竟他的東西 很難在外面看得到 很難 所以我覺得就是 要把握這個機會 哇 對 好 所以這個是 你中國片真的是 我覺得近年來 越來越少機會看得到 對 能有看的機會就趕快看 就是下一次看 就真的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 是啊 好 所以這個是 焦零影人 邱窘窘的部分 那 另外呢 我另外一個覺得 蠻有趣就是 有個單元叫做 電影萬物論 那他應該就是 之前的當代精選嘛 就是有很多 值得注目的一些 國際的影片這樣子 那其中呢 今年還特別把 烏克蘭的這個主題給挑出來 然後變成是一個小單元這樣 對對對 那 當然這個烏克蘭 我想就是現在是非常熱的話題 是 那 當然我覺得 所以你們是跟風嗎 欸 你們在趁熱度 我沒有在趁熱度 喔 呵呵呵 還是你們本來就有在打算 要做烏克蘭迎戰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每 就像每個單元 他在 清晨的過程是 他都有一個契機 喔齁 去做一個決定 就像剛剛一直講的 比如說邱炯炯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單元 其實都是這樣 然後包括這個烏克蘭也是 其實應該說 烏克蘭在 整個爆發 嗯 的之前 其實烏克蘭電影 一直都一直在著夢 那時候2014年發生的 Dumbass的戰爭 喔 其實就已經很長時間了 之前的那一個 就已經非常多的導演 在 在創作這件事情 所以 呃 直到三月爆發之後 大家才又真正的 去 再去 就是想要認識這個 烏克蘭的 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OK 所以其實在 這個之前 比如說 呃 這次選印的幾部就是 呃 呃 比如巴比亞爾 Context 然後 惡夢的倒影 然後 頓巴斯 豪溝 其實 其實他都是去年的 去年的作品 OK 他都是在這個 戰爭完全 爭爭不發之前 他們就已經 拍攝出來的作品 也可以看見說 其實烏克蘭的創作者 他們其實一直在關注 就是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這三部電影 其實非常不同 嗯 就是呃 呃 比如說像 呃 戰火解密 那樣子古大屠殺 他是 Los Nietzsche 嗯 就是有拍 Donbass 招摩德國境的 這一個導演 嗯 那他其實在近年 一直往一種 呃 Archive 的一種 檔案影像 為出發 就是他會去 尋找一些 呃 政府就是為了要延藏歷史 然後不願公開的真相 嗯 他寧願去把這些真相挖出來 然後呈現給觀眾看說 原來當時有這個事件 哦 他是解密啦 整個都解密 哦 然後重新拼貼 然後 關於當時的事件 然後把那種最 真實 雖然很駭人 就是 屍體滿骨 OK 然後可是他其實是最真實的影像 然後這些影像 其實都不被現在的官方 當地官方所承認的影像 OK 所以解 那個去 去 去 重組這樣 那兩指骨大屠殺 就是在講出 當時的納粹就是為了要 屠殺烏克蘭的 烏克蘭境內的猶太人 嗯 所以他們就是在一個短短的 就是 二十四 四十八小時內 就是殺 把三萬四千的 烏克蘭的猶太人 就是 全部都殺死 你說 你說在二戰的時候 大屠殺 二戰的時候 納粹入侵 烏克蘭這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就 對 做了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最後 在納粹走之後 蘇聯其實就是有一段時間也是在 整個是統治烏克蘭 那為什麼現在 俄羅斯那麼想要讓 烏克蘭覺得他們就是 他們的領土 或者是自己人 就大概是有一個 歷史脈絡 歷史的脈絡 對對對 那 很不錯 對對對 那 我可以科普一下這個 這兩指骨的位置就是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是不是知道那時候 在前幾天轟炸的期間 就是他們曾經有一個 什麼 炮彈或什麼 就打到那個 烏克蘭的電視塔 OK OK 揚子骨其實就在那個 電視塔那邊 喔OK 所以在基辅附近 對在基辅附近 OK 所以就是 就是那個地方 喔那 那其實是 烏克蘭蠻核心的地方 對對對 就那時候就是被 屠殺然後就掩埋 OK 對 所以他是 這個導演他把一些 檔案的 嗯 畫面給挖出來 是 所以他是 紀錄片嗎 紀錄片 他是一個紀錄片 對 那另外兩部 他是劇情片嗎 欸 惡夢的導演是劇情片 然後 頓巴絲毫溝 其實是紀錄片 那惡夢的導演 他其實 是在講 就是在這個 一樣是以 Dumbass 呃 葬禎為出發 可是他講的是 更多的是 所謂的 呃 創傷症候 OK 對 就是說 呃 因為他就講 就是一名醫生 他本來就想要去 這種Dumbass前線 去當那種 軍事戰地醫生 沒想到他就被 這個有當地的那個 他們 因為他們其實也有 分很多 分很多複雜 就是 親烏和親二 親烏親二 可是裡面又有分 很細的一些 派別 然後反正就是 這個醫生 他就是被某個派別抓過去 然後他就是 他等於是被俘虜到 別的地方去做醫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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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俘虜到底營 然後就是要去 比如說要去處死 烏克蘭人 OK 所以他就是 經歷過這個之後 他後來就被放回來 嗯嗯 然後放完他就是 沒辦法走過去那個新街 所以他對於 任何的周遭的人 包含他的家庭 一直有這種 所謂的 戰爭征後群 的隔閡 那這部片其實就在 只有在探討這件事 就是戰爭之後 那他们所呃呃呈现的那种内心的状态 怎么善后啊 对或者是说他一直 嗯 没办法跨过那个坎嘛 因为他毕竟是 得获得了那一种经历 有一个创伤这样 对 所以这个这部片就是在讲这件事 比较着重在战后的一个 呃内内心的一个复原 那ok 呃顿巴斯豪哥其实就是呃 完全就是记录在就是 乌东开战的边接纳 就是他们的家庭 ok 是怎么生存 就比如说像男性每天就是 就是一早起来 不是去工作 反正就是去前线去顿店 ok 因为他们就是知道 学时都会有人打过来 ok 所以他们每天就是 以羽羌为伍 嗯 然后晚上就是就是回家 然后还是要提防戒备 就怕就被打过来 对那 因为其实他这个横跨蛮久的 就是从我们说2015年 一直横跨到2018 那中间其实有一段 所谓的凶兵期 那他们就以为那时候已经结束了 那他们想到就是又开战 嗯 就等于说就是他们从那一年之后 他们就一直活在这种 战火的 不断的那一种 呃 每天都要随时警备的那一种时刻 的紧张感 应该是说我觉得 近期大家应该都有在关注 乌尔战争的议题 然后大家也都讨论了很多 然后政论节目也都会讲 嗯 可是好像讲到不是 大家都会说什么 啊俄罗斯很可恶什么有的没的 可是我觉得好像 大家没有从这种历史的角度 去切入这个议题 对 然后甚至是有可能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说 2014年其实发生过一场战争 对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 这次这个乌克兰的组合 嗯 就是去整个去爬梳 就是乌克兰 为什么 为什么现今这个 这个乌尔战争会开打 会开打的原因啦 其实就是说 它不只是呃 2014年的已经有一个顿巴士战争 它是一次再往前就是 你可以呃了解到乌克兰和俄国 就是苏联 然后甚至是纳粹他们之间的彼此的关系 OK 其实你就可以更往前的更知道说 他们之间为什么到底有 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是 对 所以 这些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议题还蛮沉重的 但是我相信啦 就是 这个北影这样选进来这个 我们要相信Pony的眼光 对 就是它一定是好看的这样 对 我觉得它非常好看 就是其实你看完之后就是除了 呃 导演的技法 当然是不用说 这影片的风格都非常的厉害之外 其实你还可以从中的 藉由这三幕片的对照去知道说 呃整个帮你补足了 OK OK 就是不只是呃历史的脉络 然后就是大家的呃内心状态 还有真的是在战地里面 生存的那个那些家庭 嗯 我相信啦 我相信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题材啊 应该会 毕竟是当地人他们讲的 所以会更深刻 而且 会讲的应该会比较 怎么讲 最直接的 很直接 第一手的那种最真实的那种 那种资料出来这样 所以啊这个 听了我都想看了这样 所以这个是电影万物论的 小单元乌克兰啊 聚焦乌克兰 那当然 电影万物论还有其他的 除了乌克兰以外的 国际影片啊 对啊那大家也可以去 参考一下他们的片单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更有趣的就是说 我觉得每一年的影展 都是一个看老片的好机会这样 然后今年的选的 好像是德国新电影的 60周年的这一个单元这样子 应该说我们在 整个影展的一个 呃大脉络下面 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 星光然后芯片 然后观摩就是属于 就是当代的新锐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 经典 OK 所以我们经典经典 其实它的比重也是蛮重的 就比如说 呃交电影人我们也做了一个 彼得的波丹诺维之的这个专题 那我们经典重新也是有选几部 值得被介绍 然后也是有修复版的这些 呃一些影片 那当然最大的一个 在这个经典里面最大一个单元 就是我们重新的挖掘了 德国新电影60周年 嗯嗯嗯嗯 对那当然做这个专题就是 我们在做资料的过程之中 就是也发现一个 呃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啦 今年刚好是奥伯豪森宣言的60周年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这可能要 对我 这个彭你帮我们补充一下 嗯哼就是有这个奥伯豪森宣言 其实宣言不外乎就是 嗯你也知道跟台湾新浪潮一样 就是新电影一样 就是他们会呃号召大家 就是他们当时的脉络就是他们 德国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呃西德啦 因为那时候还还没那个统一 嗯那时候就是他们的德国产业 其实就像所谓的片场制一样 ok 就是他们会产出一些非常 呃 虽然有钱 可是产出的那些 所谓的手法都是很那种苛就 就是很 很套路啊 很套路 然后就看着就是很无聊 就很像好莱坞的游乐园一样 诶是 所以当时就是有一群就是 呃学者然后导演 或者是编剧他们就是 群起的就是 起草了一个签署 就说他们要致力要打败 当时的所谓的 他们称之为父辈电影 父辈 对就是就是有点像爸爸电影 哦 所以就是他们想要摆脱所谓的片场 就是他们的魔杂 因为资金都掌握他们手上 ok 他们就是想要摆脱这样的一个片场制度 然后去朝向开发他们自己的 新电影的语言 就像像法国新浪潮 就是这样 要要要突破那个框架 对对 那这一批人呢 他除了在1962年的时候 他们在奥博豪森 非常著名就是短片电影节上面 发表这个宣言 也成立了所谓的 呃基金 那个叫做就是 叫做青年电影基金 哦 補助拍片这样子吗 对 Junger Cinema 他们就是 補助就是这群新导演去拍片 ok 所以他们会从 从他们这个基金会去 破一点钱 然后去支柱他们之前拍片 那久而久之 这个他们 然后他们在之后的这些 营战都非常的成功 ok 所以这个 所谓的德国新电影的 第一波浪潮 其实就讲就是这群人 ok 就是奥博豪森 宣言之后 所诞生的这群人 那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些 温德斯和法斯宾达 他们其实 的养分 就是这群人 哦 所以他们其实是 这个浪潮的第二波 哦 所以说温文斯 他们那些人都是 受到这个 之后 对他们其实是之后 这些人影响之后 ok 其实是我们现在可能 比较知道 可是他们其实在前面 他们其实有这批 已经有一波了 已经有一波的人 在帮忙去 让整个德国新电影 有可以再起来 或者是朝不同路线 去做一个开拓 ok 那所以这次选的 大部分都是 那个当时奥博豪森 宣言 出现之后的 这些作品 对 就像比如说 我们今年分了 长片和短片选 那短片选就是 大部分都是当时的 那些起草者 所拍的短片 那当然就是 这些短片里面 它其实 比较少剧情片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如果拍片的话 它其实 以纪录片创作的手法 是最快的 那 其实大部分都是纪录片 可是你从纪录片里面 都是可以看见 就是这群 创作者他 呃 所关注的议题 或者是他有 尝试去做一些 不同的手法 而不是像 比如说 如果你拿好莱坞对比 就是它不是那种 很中规中矩 OK 就是那种 呃 喜剧 三幕剧那种 他们就是 去呈现 他们自己 想要出现的那种创作 对 那 这个是短片选的部分 那今年选了 12支呢 都是三五考贝 嗯 有一支不是 但就是几乎都三五 所以就是很难得 我们特别从这个 有歌德赞助 然后也特别从 德国电影资料馆那边 出界 出界考贝 空运来台 对啊 现在要看三五很 很难得啦 就是胶卷啦 就是胶卷 对 就是我们看那种 真的是有放映师 在那边 查那个胶卷的那种做法 对 然后 像长片的部分的话 就是 我觉得 选的都还蛮精彩的 那就是像 有一个 史特劳普和惠叶 他们这对是 出现在法国的一个 之后 Best in 就是 德国的一个夫妻党 那今年就是 特别也选择 这个 无法和解 或有限暴力 还有妓女演员皮条课 这个 中长片和短片的组合 来进行一个放映 因为 我发现就是 这短过程的资料 发现就是 这对夫妻党 他们其实 他们其实非常有名 OK 对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可是他们都好像都没有在台湾 放过他们的作品 像其中 比如说妓女演员皮条课 就是 你可以看见 为什么 法斯宾达会 撑起他们的浪潮 因为 法斯宾达在里面 做的就是 其中一个演员 哦 法斯宾达有演是不是 有演 所以 酷耶 其实你可以 大概从这个脉络里面 去串起说 这个法斯宾达如何 去搭上这一拨人 然后让他之后 有一个 在德国新电影方面 他成为一个 非常 强烈有力的支柱 对啊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 不是麦可法斯宾达哦 不是不是 是那个 是那个 莱娜 韦娜 韦娜 法斯宾达 对对对对 是一个德国的导演啊 是 对 对 对所以 OK 就可见这些人 就是影响很大啊 对啊 然后像里面 有选择 比如说是 Yesterday Girl 她就是 昨日女孩 昨日女孩 她就是那个 Alexander Kruger 就是 她是 等于是 她是 宣言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推手 OK 而且她就是 她的身份非常多元 她除了 她是演员 编剧 然后小说家学者 还是影评 影评 然后又是导演 等于是 她就是一个 是推手啦 然后她现在 当然也创作不屑 这部片 就是当时 也在威尼斯里面 就是拿了 就非常的奖项 然后像 比如说 少年杜里斯 她就是那个 雪朗多夫 那这部片 很好看 我觉得 大家要去看 就是 如果你知道 四百集是 就是法国新浪场 最重要 那她就是 德国电影的四百集 OK 觉得这支 不该被买摸 大家就是可以 就是趁这个机会 去看 少年杜里斯 对 那这一些片子都是在 当时比如说 坎城或者是 威尼斯 就是在 接近 1966和1967年 就是 非常就是在 享誉国际的这些影片 也就是 为什么之所以 就是这些奥普豪森宣言 带动 所谓的德国新电影 成功的 就是这一批人 哇 就是历史上的意义 很重大 对对对对 以一个台北电影节的观点 我们当然是 除了新认为 当然 当然也想 去挖掘更多就是 为什么 比如说这个浪潮的源头 或者是这个电影 现在那么蓬勃的一个源头 那 想 呃 当然就是现在这个 德国电影的六 呃 奥普豪森宣言的六十周年 也大 也重新的 带领大家 看见这个 德国电影最初的一个起点 了解了解 对 哦很棒耶 哇 这个又是 骗单越来越多了 对对就是 大家应该画了 可以画一百幅 对啊 到底是怎样 画起来画起来 好啦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很多单元 但是我们 真的还是有其他很多单元 大家可以去参考啦 那我觉得另外 两个我觉得 也是要特别拿出来讲的 我觉得他 除了单元 他除了是放电影之外 他其实也是活动 或是讲座的这种 哎这个 告诉你一些电影的幕后的东西 这样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 电影正发生 这是每年 背影一个 蛮特别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个活动跟放映 那今年就是 主要聚焦在电影美术的这一个职业里面嘛 对 这个电影正发生 其实如果有 比较常 关注这个 台北电影节的观众 应该会知道 我们每年在电影之发生 我们都会选一个不同的职别 去做介绍 那这个职别 当然不 不单单只是要介绍 这个职别在干嘛 而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 职别他是如何工作的 嗯 就是在剧组里面的地位是什么 他在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他们怎么诞生 跟剧组如何协调之类的 等于说这个大单元里面 他其实又包含了非常多的直线 嗯 就像今年以电影美术为例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线上的展览 嗯 那这个展览就是我们会介绍 呃七位的电影美术 嗯 那这个电影美术就是当然就是 现今台湾非常知名的 比如说像王志成啊 或者是蔡佩玲 呃黄文英 黄美青 然后李天爵 然后呃陈炫绍 然后还有赵思豪 这个大家可能听名字不太知道 但是他们的作品比如说 王志成就是返校的那种 对啊 然后比如说一路顺丰啊 然后黄文英啊 就是常跟侯导合作的 然后比如说呃跟 跟杨阿哲合作的啊 比如说对蔡佩玲啊之类的 那这些其实 他们知力都非常久了 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电影美术 你们一定 作品一定看过 但是你从来不会知道 是他做的 是他做的 就是他们真的是呃 幕后工程 他们几个都南瓜了 台湾电影所有的美术 是是是 就是可以这么说 那今年就是除了一个线上展览 就是一个呃 网页方式呈现 就是这群呃 美术工作室的 美术创作者工作室的日常 嗯 他们如何从剧本 陪人的剧本 导演的编剧或剧本 然后手中里面去研发 就是说比如说定调 美术的基调 那如何去呃 筹组 然后你也可以发现 就是在电影美术里面 他的其实在职业上面 有非常不 就是岗位上面有 在分的更细 嗯 就像比如说像 现在已经都做到 所谓的艺术总监 嗯 那其实艺术总监 他所要做的事情是 他要订定 整部影片的一种 美术的基调 嗯 然后这个基调 订定之后再请 比如说下面的美术 嗯 美术比如说美术指导 或者美术导演 去帮他完成他的一个概念 OK 就他是他当然是最大的 但他就是他必须还要 他就比不 比较不顺势 他就轻力轻微去下去做 嗯嗯嗯嗯 对那 当然就是艺术总监 他其实有时候 对跟 可以跟导演 沟通更多 就是关于 比如说这个电影的创作 或脉络 嗯嗯 对那 如果是单纯只是美术的话 他的就是 所负责的 可能更多根是执行的方面 OK 当然还有其他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次也邀请到这七位美术 去每个人推荐一部他 影响他就是整个美术 创作深爱 或者是他觉得哪个 哪一部电影的美术会 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去 呃介绍 就像比如说今年选了 像东方三峡 嗯 然后呃 大卫领区的呃 内陆帝国 嗯 然后比如说呃 后窗 然后比如奥森韦斯的审判 OK 就是这些都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 那我们在应后也会搭配 就是这些推荐 美术推荐人 然后请他们来应后 就聊一下说 哦 他影响他很多 这部片或者是说 这部片用美术的角度 应该要如何去看 了解了解 对 我觉得很酷耶 就是影响他们的作品 然后呃 这些东西的美术 其实也是呃可以 我觉得可以介绍给很多 不同的观众 然后从美术的角度 去切入一部电影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 啊我就是想要看故事嘛 我就想要看剧情 对 可是我们 我们不会去注意到 很多那种幕后的细节 那我觉得有一个 专业的人士 然后来帮我们导读 或干嘛的 我觉得其实是 其实是认识电影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是是 对 而且我们像刚刚 我刚刚查一下 线上展览这部分啊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几位 呃 大师级的人物啊 他们带来的作品 像是包括 我刚刚说返校嘛 然后吴森 健忘春 西乌花园 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 手稿这样子 所以哇这个是 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这种 比如说美术设计啊 美术设定啊 会买那种美术设定机会 来收藏的那种人 我觉得他应该是 我实体看到那个东西 应该会满感动的 对对对 然后当然这个单元部分 我们还是 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非常重要的是在 呃 七月的那一周的时候 会有一个所谓的呃 现场演出 创作现场 对创作现场 他是请到就是呃 其中之一的美术就是 天歌李天爵 他会带领就是一些 其他他的一些导演 比如说老大人的导演 嗯哼 去创作一个现场的创作 对那去展现说 就是在这个 电影美术 里面 他如何创作出一个现场的 东西让大家呈现出来 知道这个美术 到底是应该在 电影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很难想像耶 因为像前几届他们是 比如说找 电影配乐 对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那一那次是找林强老师吧 嗯 对然后就直接现场 哦他们可能有一个 画面然后就直接 他就开始直接创作了这样 那我觉得 因为音乐他是很 可以马上知道说 哦他弹的什么音 然后他做什么事情 所以 我们可以很快的知道说他的 那个配乐配出来会什么样子 可是我觉得 美术 你要现场画给大家看吗 还是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 到时候 大家就是去现场 就会知道说 对 到底要 玩出什么花样 而且你又说他不只是就是 李天爵到现场 他也是有跟很多可能他在 剧组里面他们可能就会 开始沟通的一些人 都导演 就是我这边看到像 摄影师 哦 技术统筹等等的 就是他们会去一直在 不断的协调这样 对啊 那我就很好奇那到底会是 怎么样就我觉得观众可能会 有点像是我们就自身在 那个剧组里面看这些人 在讨论的事情 怎么样把就是 怎么样今天把一个文字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在美术成为实体之前 你拿到一定是所谓的剧本 对 所以要如何把这些剧本的文字 变成实体的那种视觉化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 必须从美术这边开始着手 去建立 搭设 比如说场景啊 然后美术一些 细节的整个影片的基调 还有场景的设定 嗯 这个都是呃 美术必须要做的事情 酷耶 对 对啊 7月1号到7月3号 在中山堂的光复厅 对啊 大家可以去 也是一样看一下那个场次 跟那个购票这样 好啊 那所以 这个是电影正发生这个单元吗 是告诉你有关幕后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更特别的就是说呢 呃 今年的这个奖项的部分呢 有一个卓越贡献奖 那是颁给了朱延平导演 是 然后也会 选这个朱延平导演的一些作品 然后来放映的对 对 因为像呃 我觉得朱延平导演可能对于 现在的 世代的 一些影迷可能比较不熟悉 一方面就是他的产量也比较减少 OK 那一方面就是他的作品 在近年的作品都比较通俗 他其实在比如说890年代 他对于一个电影产业其实 台湾电影的产业他其实贡献的非常良度 尤其是呃他其实拍出不少的夹片之客 就是当时可能在呃其他地方 并没有受到那么多的瞩目 尤其是现在当代的这个地方 并没有再受到比如说热烈的 回响那一方面也是就是 其实他很多作品的拷贝都已经没有不见了 哦真的吗 是 OK 或者是画质很差 就比如说七皮狼 哦 七皮狼其实现在只剩DVD 就是你 连郭影视镜中心都没有所谓的拷贝 哇那 其实他有很多的作品 都是因为这样已经不见 他甚至他自己都没有保存 他自己没保存 对 他很多都卖给电视台 所以就是 呃其实朱导的影片 除了现在在电视台上面看 其实蛮多的影片 其实我大萤幕的机会 其实少之又少 而且我有些后也要看 所谓的拷贝的状态 适不适合放映 嗯 所以这次其实我们选了两部片 也是朱导在整个 创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 那其中一部是抑郁 ok 呃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抑郁 就是抑郁的卡斯非常的强大 这个 我觉得抑郁应该算是 每次只要讲到朱元平 然后说 他你们举一个朱元平 最好看的片子 大家一定都会举抑郁 那抑郁也是朱元平导演最喜欢的 觉得拍的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他自己最喜欢 对 那当然卡斯不用说 刘德华 刘德华 也看过32年前的刘德华 诶 我们看过36年前的 汤姆克斯最近嘛 对 你可以看32年的刘德华 刘德华 对 然后 陀宗华 陀宗华 柯俊雄 柯俊雄 对 然后 杜宝明嘛 最近才刚过次 是是是 那这个 32年前就是 他的 而且他的拷贝是 呃 影视听音中心 现存的35的拷贝 哇 你们又拿35厘米出来 再商一次就对了 对 哈哈哈哈 很珍贵的难得的机会啦 很难得的机会 对就是呃这个是放一次少一次 另外一部片就是小丑与天鹅 因为抑郁其实是 展现主导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于一个战争片 或者历史片 呃很重要的成就 是 那他其实被为人所知 还是在于他的喜剧片 OK 对那他的喜剧片的这个部分 其实小丑与天鹅 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 呃地位的存在 那他当然的前面一部片是小丑 那小丑与天鹅是就是 等于是个衍生那这这部也是呃呃呃 台湾的一个喜剧的那个巨匠 嗯哼 就是许不了 他最后的椅座 嗯哼 对那他就是也在整片就是上映三天 就是要要上映的三天前就过世 嗯哼 对所以就是呃 许不了对于朱严平导演 其实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 嗯哼 所以这次我们也特别的就是 就是小放映了小丑与天鹅 那他是也是呃委托了 呃也是影视听中心的拷贝 那他这个拷贝是他们已经有扫描成 就是dcp 数位的 对数位的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修复 呃我们再进行一个调光的一个动作 哦 那所以现在大家大家会看到的是 就是非常好 就要是首次与大家见面的一个数位版的 一个小丑与天鹅的 OK 全新的版本 好 对 哇那这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这个手册啊 这真的是写的非常地详尽 好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了吧 那如果我要问说呃我的资源有限 好我没有像这个Pony一样 哈哈哈哈 这么的啊 这个无限上纲的资源 那如果要你推荐哦必买的三部 你大概会 居哪三部 3乘以40就120 哇就你都买 哈哈 啊小孩才做选择 小孩才做选择 要是我多买 哈哈哈哈 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就是 对啊那如果 如果是好 那我们是说入门款哦 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很艰深难懂的 或是那种比较硬的 我们 这次有没有一些比较 你觉得娱乐性 比较强的 然后或是 呃真的是 不看就很可惜的片子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以单元分好了 OK 如果你是入门的观众的话 我们当然是推荐刚刚一直讲到电影万物论 在电影万物论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 呃 参加影战的观众 OK 就是从这个单元 里面起手 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 推荐的 呃 比较低的一个门槛 因为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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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部分的呃呃电影 他们的其实在叙事上面都非常的清楚 OK 所以就是也是非常 深具娱乐性也不会那么难懂 哇你真的是 很厉害耶 讲话真的很厉害 直接闪过这个 哈哈哈 这部作品有吗 哈哈哈 OK 有点万物论这个 对对对 那当然我只能就是 好 刚刚如果要讲私心 但我就是 我现在就部分就是什么 门槛什么东西 OKOK 好私心 私心我当然第一个会推荐 怪奇乐园的海王星夜曲 OK 哼为什么呢 很疯狂 嗯哼 就是你可能出来也不知道还在演什么 哈哈哈哈 这样怎么会有人想要看哪 可是里面 我跟你说 他就是一部属于大萤幕的电影 OK 怎么说 因为他其实里面是在讲那个 呃 他是一部就是非洲的片 可是 他里面 因为导演他们其实自己是 玩音乐的人 也出过专辑 那这部片就是 是引用他们的音乐 然后他们把一个 所谓的非洲结合未来科技 嗯 然后又结合性转 然后整个把这个打造的很像那种 呃 Cyberpunk的那种视觉效果 哇 但整整体的里面 他就是一直在 比如说唱跳歌舞这种 嗯 然后他找来的监制也是监制过 Hemmian等等 白老汇非常的 呃 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 呃 音乐作曲家 然后来担任监制 所以他是 歌舞片 他里面有歌舞桥段 OK 但还是有剧情存在啦 但你又说他是赛博旁 可我很难想像 所以 这真的要去电影院看吧 就是 真的 OK 他的视觉奇观 会让你意想不到 OK 好 你说这个是 欸 怪奇乐园的海王兴夜曲 海王兴夜曲 好 对 那 还有吗 然后再来就是 非一般真实啦 嗯 就是 非一般真实 我们当然一直 会希望在这个单元里面找到 就是刚刚一直讲的一种 呃 虚实 和记录的 这个一个之间 OK 那其中有一部片叫做 他方的短歌 嗯哼 那这一部应该是 算是年度惊喜 就是 也希望大家来挖爆 这部片子 嗯哼 他这部片子在去年就是 冰空龙界 在 访问 有有杂志访问他说 你去年看的最佳的 十部片 嗯哼 是哪 那十部 那其中 唯二两部 两部的其中一部就是 他方的短歌 OK 对 这部也是 三田斜士 这部导演的第三部作品 嗯哼 那他里面其实大家 可以发现他非常的很像 有一种冰空龙界的手笔 就是他会用一种 呃 当代疫情下的一些人与人的关系 然后又结合一些 很轻盈 然后又很轻松的姿态去 呈现这个 人和人在疫情时代所面对的各种的关系 还有空间 嗯哼 对 就是会他会有一种灵气 然后 你可能我觉得看完就是有 可以闻到什么 青草的味道 哈哈哈哈 你每次 就是讲这种 微风吹拂 我无法 我无法感受 是什么4D电影吗 就是看了 之后就继续就知道了 OK 就是 日本电影啦 日本电影 对啊 他方的短歌嘛 对对 对 好 差不多啦 我觉得今天好不好 再说一部好不好 还要再说 好 你看你自己 你刚刚一个举不出来 你现在又举了出来 对不对 好啦 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来来来 我最后一部好啦 就是 我今我今年就是最为爱 或最私心 就是最私心 然后也是最 应该说在整个选片期间就是 第一部片就想要选他的 OK 就是在经典重现里面 单元的那个 香港电影半编人 半编人 对 这部片子 我只能说这部片子 是影响我非常深远的一部片子 哦 这个就是啊 以后如果有焦点影人 PO你的话 他一定会选这部就对了 可是这部都放过 那我选这个导演的一部片 哈哈哈哈 就是 这部电影非常的重要 就是呃 我觉得在现今 谈香港新浪潮 嗯 尤其在台湾谈香港新浪潮 完全会 不知道为什么会略过这个导演 哦 那这个导演是方玉萍 那方玉萍是 其实在香港新浪潮 要扮演的 呃 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且是 他的一些 我觉得他的电影里面 其实暗藏了非常多 现在我们可能 大家可以更能知道一个香港的 在一个 处于移民的阶段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他本身自己都是呃有一个呃呃求学的背景 所以我们在他的电影里面都会看到所谓 比如说像傅子晴就是想要去美国 然后或者是像半边人是比如说从外国读书回来 他有点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半边人有两条线啊 一个就是从呃 国外读书回来的一个在在演员训练班里面教演员的老师 和一个在鱼当里面就是卖鱼的 然后可是他就是有一个也发掘的 被发掘的潜力有想要成为演员的一个一个呃女孩 那他们两个之间在一个世代 还有一个呃不同的身份阶级和呃求学背景 下面就是一个卓越的萍水相逢 哦哦哦哦 对那当然就是这两个就是也 形同也也也也成为当时的就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年世代 还有一个对于一个即将回归的香港 他一个已经身在就是一种而英职时期香港下面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对照 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当时一个中英联合声明下面的一个电影的诞生 也是一个电影中的电影 嗯哼 他讲的就是电影人的梦想 然后关于就是这些演员如何就是想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寻求 有一些机会 我这样听起来很像香港版的秋天的童话 秋天的童话就是香港电影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香港场景 香港版的 我说香港场景的 哈哈哈哈哈 你很烦耶 香港 秋天的童话就是香港电影 对啦我知道香港电影 但是我是说 他的故事场景发生在香港 对其实对 对就应该说 呃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讲张婉婷 我们讲呃罗卓瑶 大家都会发现就是里面的离散的元素 但其实方玉萍在早在那一个年代 呃新浪潮 因为他们其实都同属那个时期啦 ok 方玉萍其实在台湾这个语境下面是非常少被体积的 就是 你说大家讨论度就比较低啦 对你会讨论许安华 你会讨论许克 ok 你会讨论谭嘉明 ok 那你不会讨论方玉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方玉非常少人 在就整个的 呃你谈心脏潮的文章 非常少看到 可是 他的电影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可能是类型的关系吧 因为你知道许克 他的类型其实都 其实我觉得他类型跟许安华蛮像 就是他走走一种写实基调 社会底层 ok 社会写实的这种 然后讲述的是小人物 甚至是家庭内之间的那种 呃移民的情怀 ok 向往国外 然后还是要留在这边扎根的一种 纠结的一种情绪 啊结果许安华蛮 红的这样子 所以就是 呃我觉得其实也借由这次机会 刚好 因为这部片其实在去年的 香港电影节 它有个修复的版本 ok 所以也刚好借由今年这个 今年重新的机会 就是可以介绍 半边人给 就是台湾的观众 然后是以一个修复版的 全新的姿态 那当然就是到时候 呃 因为还有两场放映 那如果买第一场的话 就是会有 惊喜 对那个惊喜我就先卖个关子 所以就是 當然也是希望大家 記得買第一場哦 大家也可以就是 買票進來看 OKOK 所以 我也非常的想要推薦 《伴別人》這部片子 好的 好 感謝Pony今天跟我們分享很多啦 144部電影真的是 我們要聊三天三夜應該都聊不完 對啊 那這些都是 再次強調 Pony精心選片 幫大家精挑細選出來的這個144部電影 對 那除了這144部之外 當然我們之後還會有 神秘場 哦 你也有神秘場 當然我就不說是什麼了 好 又要賣關子 對 這個是 只要關注你們的粉專或是 對 活動資訊 或者是當 的 我們在6月11號會舉辦選片指南 OK 那當然選片指南會就會公佈 我們今年的神秘場 是哪幾部 所以 那Pony會在現場嗎 會 那Pony會出來選片指南嗎 會 你也會 我也會 哦 好 大家如果想要看Pony的話記得 哦 你說選片指南什麼時候 6月11號 6月11號 哦 就是我們影片 跟聲音播出的隔兩天 只要兩天 沒錯 大家記得去一波 好啦 感謝今天的Pony的到來 對 我們今天聊了很多 你應該說我原本異性然珊了 然後想說 哦 怎麼那麼多哦 我不知道從何看起 然後結果被你這樣一點 是嗎 那你要買120部嗎 會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要看一下時間 我再來簽一個就是 合約 然後就是說 XY宣言嗎 XY宣言 XYPony宣言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看完的話 他要捐助台語電影節多少錢 殺小 他要捐助 我就 我就買爆你們的周邊這樣子 哦真的嗎 好你說的哦 我沒有 那麽因為正 我跟你說 他如果要剪掉的話 這個就 我就 公諸於是 哦 等一下 你們周邊有什麼 我看一下 我周邊今天有襪子啊 又有T恤啊 然後有那個行動插頭 快衝組 快衝 OK OK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氣泡水 OK 然後還有 大沛 今年我們有邀請大沛 然後出了一個 一系列的就是 聯名款 OK 對就是 搭配我們的護牌 看電影院嘛 那當然裡面還有就是 搭配非常貼心的 他就是搭配一些登山 可以用的一些小物件 比如說 水 水瓶啊 嗯嗯 然後那種 那種 錄影組啊 OK 那你都要買嗎 好 好 好的 決定了 感謝今天的Pony的到來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那 當然就是台北電影節 真的很多很多 可以去挖寶的東西啊 大家真的是 可以去好好研究他們的片單 那今天非常謝謝Pony來 對 然後 我在就是 又要 在工商服務下就是 哦 呃 今年的 2022年的台北電影節 就會將在 6月23號到7月9號 在中山堂 對 我們回到中山堂了 然後 新衣衛秀和光點華山 這3D 然後來做一個 呃 這段期間 就是3D都會同時的放映 OK 對 好 謝謝今天的Pony的到來 那如果有什麼樣 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在留言區 那留言 或是在手播的時候 來跟我們做互動 那我們下一次的 電影53 我們也期待下一次Pony 能夠 不要隔那麼久 再來跟我們見面 我們下一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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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期再见